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水波的範例 範例一是水波草實驗裡面水波的折射 老師上課的時候有說 就是波前進的方向應該跟波的形狀怎樣? 垂直 所以紅色這一條線是什麼? 入射線 對不對 那虛線是交接面 虛線是交接線 所以我們要先做法線 法線要跟交接面或交接線垂直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一條法線 做一條法線 不好意思 然後他跟這個交接面垂直 好 那這個垂直之後我就知道看得出來 這個幾度 因為這個是直角 所以這個37度 所以這個多少? 53度 OK 好 這條是法線 好 跟著老師畫 那再下來我要畫折射線怎麼辦? 好右下角這邊呢是 折射 坡對不對 折射坡 坡形是這樣 那坡前進的方向要跟坡的形狀垂直 所以跟他垂直 就是這個垂直 好 這這個垂直 所以這個是 折射線 就折射坡的前進方向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角度 這邊37度 那這個加這個90 可是這一個加這個也是90 因為這邊是直角 這邊也是直角 所以這個37 這個也是37 好所以我就知道 入射角 53 然後 折射角 37度 好 OK 好來 然後我們看他題目給我們的條件 他說水波槽中頻率是10赫茲的直線波 好 很簡單喔 我們把它 標一下 標一下 這個入射這邊呢是 10赫茲 頻率10赫茲 那波呢從 這個波長比較長的這邊一定是深水 然後 轉進來之後呢波長比較短的這邊是潛水 什麼東西沒有變 頻率沒有變 所以都是10赫茲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A區傳向B區就深水傳入潛水之後這個角度是這樣子 然後以致入射波的波長是4公分 然後問你 那 這個 折射波這邊的波長是不知道的 等一下我們可以 從折射定律來看 好 第一個 圖式的波長可以判斷 A B 兩區的水深 哪一區叫大 好 好老師再幫大家 複習一遍 然後 波數等於波長 呈頻率 那波從一個戒指傳入另外一個戒指 不會變的是頻率 不變 對不對 所以呢 因為 深水區 深水區的波數大 所以深水區的波長就是長 所以以後看到 以後看到 波長比較長的那一邊就是深水 這樣子 好 所以 水深以 A區就要大 好再來第2題呢 那入射波的波數是多少 這個 很簡單 波數是波長乘頻率嗎 那你 入射波的波長是4公分對不對 那頻率10赫茲對不對 赫茲就是秒分之一 所以這個 入射這邊的波 的波數就是 40公分除以秒 好很簡單 好第3題呢 折射波波長是幾公分 好 這個我們可以從折射定律來看 或者是直接做圖來看都可以 來 好 我們如果看折射定律的話 有一條公式叫做大角對應 大速率 小角對應 小速率 波在這兩個戒指裡面的速率比 就是 角度的 Sine的比值 因為角度越大 Sine的比值就越大 所以他如果 比如說入射角的 入射角是 53度 那我們就可以 知道說 入射波的這一邊 跟 折射波的這邊 他的波數比 應該是 Sine的53 比上Sine的37 Sine53是多少 5分之 4 Sine37是 5分之3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一除 4比3 好 那我們再看這邊 這邊的話 這個V1是在 A區的 速率 那波數是不是 波長乘頻率 那這個V2是波數是 波長 乘頻率 對不對 所以這樣一相處 我們 我們 其實可以立刻知道 頻率會消掉嘛 所以波數比就 其實就是波長的比 OK 好 那這樣之後呢 我們知道蘭達1是4公分嘛 這個是4 對不對 那所以蘭達2就是多少 3 因為4比3嘛 你把4帶進去這個得到3 所以 折射波波長應該是3公分 那 折射波波數怎麼辦 看 好 剛剛已經算出來 對不對 這個老師把它擦掉 你的入射波的波數是多少 40對不對 OK 那這兩個波數的比 剛剛算出來是4比3 所以 露射波這邊是40 那這邊應該是什麼 30 那才會4比3嘛 所以這個答案是30 4比4 6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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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